哈囉,大家好,我是狂人 有時候很多觀眾都說 狂人啊,我抽不到龍捲啊 我要退坑啊,我抽不到什麼,我要退坑了 我只有舊的角色,我要退坑了 這麼多的問題,一定要退坑嗎? 我們能不能用舊的角色,來跟新的角色對決呢? 能不能只抽一隻,打敗很多角色呢? 好,本部影片開始了 我們今天帶上了一個高練度的星紅文女,93萬的攻擊 菁犬霞673萬的血量 索尼克90萬的攻擊 我們就帶這三隻角色 再沒有覺醒龍捲,以及水龍 以及疫苗人 以及很多很多 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打戰鬥 能打贏嗎? 我們看一下這名對手,菁犬霞血量比我們還高813萬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他的疾風溫德67萬的攻擊 還有一隻 索尼克64萬的攻擊 崛起龍捲107萬的攻擊 也夠高了 同時,很多玩家也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蚊子這麼容易躺 其實蚊子並不會很脆弱 在崩普核心他的表現還是挺好的 今天拍這條影片 主要是跟你們說 如果你沒有抽到某個角色 千萬不要灰心啊 不是很要緊 你看我們這個蚊子 帶上崩普的盾牌 這個時候剛剛索尼克打我們500多萬 我們還是活著 好,接下來 溫德把我們兩隻都暈了 感覺我們一面倒對不對 其實這個戰鬥我們可以打非常非常久 蚊子你就當作 狂人只是擺上來抽核心就好了 你看看警犬霞以及索尼克的綜合表現 這個時候對手的龍捲也準備要出招了 這一下107萬的攻擊打在崩普盾牌上 我們的蚊子都沒有躺啊 同時這場戰鬥 你們也可以看到索尼克跟警犬霞在生命維持上面 是多麼的強大 包括星紅蚊女 要躺也沒有這麼快 只是看你要怎麼玩 好 稍後你們來看一下 狂人就單單放著這個警犬霞 跟索尼克卡在這裡 對手一連環的攻擊 加上這個溫德的暈眩 我們會躺嗎 好,引搖人還是抓過來 又多一個引爆 但是沒有帶上立場 還是沒有辦法引爆 索尼克敲到我們警犬霞頭上 這隻六十幾萬的索尼克 目前對手有四個,我們只有兩個 好,這一下 224萬 我們索尼克還是沒有太大的反應 所以我們就假設一個問題 假如你有警犬霞 你又不知道抽什麼角色 那怎麼辦 那你當然可以抽 蚊子 搭配索尼克 那假如你有龍捲 你要抽什麼角色呢 是不是大家都很混亂 所以呢 拍這條影片 就是跟大家講 你如果少了什麼角色 你就跳過 你找適合的抽 把它組成一個陣隊就好了 然後專心練兩隻 不要再練太多了 因為這一次很多玩家沒有抽到龍捲 就抽到退坑 我覺得這個話說的言之過早了 因為後面的角色還這麼多 有什麼好退坑的呢 對不對 對 你看看狂人的這個警犬霞 這一場 打到現在還是活著 對手這個索尼克攻擊也不是太低 警犬霞還有800多萬的血量 比我們還多 可是他打我們這麼久 我們還沒有躺 有人一定會說 那是因為狂人你是崩普核心 其實拍這條影片不是在爭論 你是什麼核心 我是什麼核心 我只是想敘述 就算他今天是崩普核心 他打我的速度還是一樣 對不對 並不會因為他是崩普核心 打我的速度變更快 或變更慢 主要是你要看狂人這邊 防守的一個情況 我們不求要打敗他 你就看我們怎麼防守 簡單來說 狂人只想跟你們講 很多角色不是那麼容易躺掉 包括星紅文女 包括狗狗 包括索尼克 包括所有的角色 都是一樣 你不要太前期的都好 好我們繼續看 這次索尼克67萬 打在我們文字上面 連一半三分之一都沒有打到 所以呢 你沒有抽到龍捲 還是一樣老話一句 不要回心 你抽別的就好了 好 這個時候對手還是一個音訣 我們整個被他控場了 索尼克一個反擊 龍捲倒了 馬上輪到疫苗人 好 那在這個時期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呢 肯定有啊 因為現在的角色 台服每個人玩得非常混亂 有人有狗狗 有人有蚊子 有人可能只有其中一隻 有人甚至還不知道要不要抽 崩普核心 狂人還是勸你們 把這個核心給抽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核心角色是不能不抽的 其他角色都可以不抽 核心一定要抽 那抽了之後 你要考量的是什麼 你當下有多少黑卷 假如這一期 你的黑卷剩下90張 你不要抽 你頭都可以等反場 其實可以啊 為什麼 因為現在陸服的生態也是這樣 你先抽的人 你不知道強不強啊 就好像前面這隻溫德 67萬的攻擊 其實對很多中客以下的玩家來講 他已經是很高的攻擊力了 那他打得死人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 就算他打得死人 但是下一隻角色會不會克他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呢狂人還是建議你們 你們在抽這個角色的時候 假設 你現在有狗狗 你有這個蚊子 但是你沒有龍捲 那沒有關係 你就先不要抽 停住 那要不要抽假面呢 你想一下 假如你有假面的話 那抽了假面 是不是 索尼克還要抽呢 假如你兩個選一個 那就可以有一個答案了 你選擇假面 你可能就要走這個龍捲的派系 那反之 你抽了這個索尼克呢 你要走這個派系 就不一定是要龍捲的派系啦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遊戲的擺陣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很多朋友也知道 你擺陣擺得好 直接把對手拿掉一隻 把最主要的給他拆掉 拆掉之後他就沒辦法打了 你完全的把他打 好像這場戰鬥裡面 龍捲的攻擊力是最高的 就把他拆掉 拆了之後 你再設法的用你的攻擊角色 把他第二隻 第三隻 消滅掉 接下來就好半吃了 如果你常常打架打輸啊 問題不是你的角色怎麼樣 還是哪裡攻擊怎麼樣 還是哪裡練不好 我去都不是 說那麼多其實只有一個重點 你專心練一隻 你就可以當老大 你就算當不了老大 你不會被打得那麼痛苦 因為你一隻角色 你只要把他藏好了 你用其他角色保護他 保證你可以 把每天競技場打得很精彩 可是就是怕你呢 什麼角色都保護不了 那就變得 非常的不好玩 我再舉個例子給你們聽 好囉 假如你現在打架 打不贏某個人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啊 你有可能有警犬霞 你有蚊子 那你蚊子如果一下就趴了 那請問一下你放到場上去幹什麼呢 耍帥嗎 你耍不了帥啊 你只是放上去送死啊 那你擺個天空王跟博士 是不是好一點呢 因為狂人常常看到 有一些朋友說 哎呀為什麼我的豪傑打不死人啊 為什麼我的什麼打不死人啊 他打不死人你就把他改成血量的啊 人家也打不死你啊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攻擊角色 你只要有一隻就好了 對不對 你用這個其他角色來保護他 把擺正擺好 蚊子擺在前面 那你的豪傑本來打不死人 那你罰戰可以吧 對不對 你的阿修羅罰戰可以吧 你的黑光罰戰可以吧 對手可以打掉你嗎 就算現在可以打掉 過兩個月崩普來了他可以打掉嗎 所以不要再迷失什麼 我有龍捲我才可以玩 我有專武才可以玩啊 有專武才可以玩是沒有錯啊 但是沒有什麼角色 不能玩 這個邏輯是完全不足在的 希望以後不要再聽到 有人說 哎呀我的什麼角色都不能玩啊 我沒有什麼 我退坑啊 這幾天看到好多個啦 就算狂人幫你抽到龍捲 你練不起來 你還是沒有用啊 所以呢 保持愉快的心情 好好作戰到最後一刻 記住最強的不是什麼角色 什麼武器 而是你的選擇 以及你的聰明才智 大家拜拜 拜拜